这群人越来越猖献,不单止我,陆叔,郭sir那些全部都在给人冒映 然后圈航问暖之后,就叫你买一些,一买完就大跌的股份 记住,真的不要相信这些冒映的群组 他们通常的手法一定是,叫你等一个时间一起去买 然后买完收据,WhatsApp给他们,他们拿来收钱 所以这方面要留意 另外新一季的沈大师港投资,今天正式第一集 第22季,我们每季13集,收费550元 第一部分,首30分钟就会免费放在YouTube 所以你们如果想听完全集的话,就要订购 订购的方法就很简单,我们现在就加多一样转数块 大家看到盈光幕了,你可以亲临我们D100上环专门店 在上环E2出口,上环ABCD出口 但ABCD出口就和E2出口通不到 所以你记得找E2出口,在那里亲临订购 另外可以现金和桂圆机转账 恒新银行的户口,现在我们看到了 78708799883 Global Chinese Number Limited 进入数之后,将入数字正面写上你的姓名电话 订购的项目节目 这样就可以拍照之后 WhatsApp过来我们,电话91671611 第一,第三个方法就是以P2P支付服务 转数块输入我们收款人的手机 5479-3995 测试了收款人的名称是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确认支付后,将确认的信息 连同你订户号码 或者新订户的姓名电话 电邮地址,订的节目 透过WhatsApp传送来91671611 另外可以登陆D18的网站 www.d18.net 上面可以用订户 在那里注册登记D18帐号 在网站端订购服务 然后用PayPal付款 澳门的听众也可以付款 详情也写了给很细节 我读一读 去澳门大福银行购买 与香港恒新银行挂钩的支票 各服务以港币收费 支票抬头 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 或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写下你的姓名D18帐号码 或者新订户就是联络地址 电话、电邮和订购节目的名称 接着将本票寄到我们公司 收票后约三个工作天 就开通权限 我们公司是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 香港数码港道100号 数码港三座B区 7楼7037 7037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22971825 或者WhatsApp就是91671611 星期一至五、九点至五点上班 办公时间 星期六日工作假期休息 好了,宣传完了 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 新一季的开始 我上一集都跟大家讲过 我们订户方面 我会开始讲 关于未来2021年的大布局 究竟是怎样 过往两年 其实都跟大家 作出一个全年的预计 报告 如果云冠、环球 特别是汇市、金市等等 都不错 至少一件事 这两年 看淡美金、看好黄金 如果两年前开始部署 或者去年年初开始部署 最迟去年年底开始部署 外汇、黄金等等 都做到大家的一些防御措施 起码一件事 避过了伊伦 斩着跟美元下跌的情况 中间由看淡到看好 中间的变化 都做到一些结果 令大家满意 2021年的情况是怎样 很多的变化 就在未来一个月 至一个半月会出现 在部署上 我们更加要更加小心 因为经历过2020年 新冠疫情的影响 接着美国大举引行仕 大量举债 现在将美国的环境去到极端 究竟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接着会和大家说 所以在第二部分 我们会说得更加深入 未来的布局 关乎美股 为什么会变成熊市 港股变成牛市 都会和大家分析 但是现在首先看一看 港股在未来这段时间 将会怎么样 其实港股踏入 11月中打后到现在 阴阳怪气 这两三个星期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上落市 升升下好地地 上过27,000 突然间又杀他下来 杀了下来26,23,000 再上了两次了 就是上了26,800 27,000 下来26,300 再上一次26,800 再下来26,200 其实如果你光看指数 在这里正在做一个横行区 乐观的评论看法 就会觉得 现在是横行整固 等待突破 悲观的看法 就会觉得在这里正在做顶 正在做横行区 再上落几次之后 就会插穿 接着跌下去 严格来说 指数就是横行 但是有一件事 也很明显 就是说 它的相对强弱指数 已经开始做了两个倍持 通常这个技术指标 做了三个倍持之后 如果继续下去 未必会立即下跌 你要明白 RSI 这个相对强弱指数 其实就是 它做多三多次倍持之后 三次倍持之后 开始 它可能做四五次都可以 就有一个压力在 代表市 其实有向下走的压力在 这是技术指标 做一个参考 你会看到RSI的顶 一级一级下 它的箭嘴向下 但是上面的横行区 高低 其实是横行的 所以这个就是 港股呈现一个 代变格局 而这个代变格局 可以拖多久呢 快者就下个星期 因为很多的变化 在后面我会再和大家说 内者可能拖到12月下旬 到1月头 甚至乎等大户在1月再转仓 因为始终12月假期多 那转仓 就明年1月左右才出现突破 那当然了 这些变化还有很多的消息 基本因素 往后 后面我会和大家逐样逐样说 比较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看看现在大家的资产配置的情况 这个配置的方法 在前年2018年中 我都和大家提过 当时黄金是30% 现金就是40-50% 股票也是2-30% 而当中 就会是某几只外币 去到今年年初开始 我将黄金的比重 因为去年年底开始 就提高到50% 因为美匯的转势 建顶向下走 可以说新一波的熊市跌浪开始 我们提升黄金的比重到50% 现金仍然持有30% 因为黄金都变演能力很高 所以我们又不太担心 持有多一点黄金 但是黄金有一个最好处就是 对冲美匯下跌的风险 过去一年 看到的威力 金价逐级逐级上 上到2000楼上 然后回吐回来 现金那里 三成的现金里面 你应该佔9成是外币 非美元的货币 无论人民币 英镑 澳洲 加拿大 当然 在年多前 有很多机会 特别到了疫情 就是年头 疫情的时间 澳洲只跌到0.54 去年 炒脱欧 英镑1.22 1.20 那些位置 其实全部都是很好的入市位 你那里 开始存就最好 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相对地就要考虑 但考虑之余 我觉得仍然可以选选的 还是落后的 应该就是人民币和日本指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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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104的位置 美元兑日元 我估计是穿100 而人民币 我想现在这些位置 你再跌回七算楼下 即美元兑七算 去回七算楼上 美元兑人民币 去回七算楼上 机会不大了 我自己都没存够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不够非美元资产 来对冲美元下跌 尽量把握机会建仓 黄金我就带着大家建仓 应该过去四个月里面 慢慢摸索 一会儿我们检讨一下整个建仓的部署 都算是一如所料 成功地报了一阵 你说这一年先听我 或者这半年先听我 或者我今上完二千下来 原来发觉美金 那么开始建仓呢 其实这次的平均价 应该可以做到一千八百五十 不会多过一千九 只要跟着那个步骤 现在的金价都上一千八百六十七十 那些位置 很快就会上二千 不用担心 股票有两成 现在还是保持比重 不要太大 因为股票的波动很大 so far去年一直和大家说的股份 包括五支股 石油石法股 正在坐船 但是其他一些个别的股份 比如说中芯 小米 阿里巴巴等等 甚至乎年头炒那一转腾讯 三百多元上四百元 其实都可以帮到大家 希望拉拌大家 在股票方面的情况 现在坐着的 我觉得不是太担心 当然账面上 可能在挨着 大家未必会太舒服 但是待会我会详细 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情况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变 只是延迟了之余 有些走势上的事情要修正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只不过是延迟了 所以说 其实 待会你听完整个节目 如果是订户的话 在第二节你听完整个情况 其实应该要理解是什么一回事 当然下一集 我会拿回最新的数据资料 和新闻消息 和大家做一次基本分析 其实是没有变过 这个情况应该 我会相信业绩各方面 其实是朝向的方向 是我们预期之内 但是股价就是因为 今年真的被疫情打乱了 部署 所以是有些变化迟了 Anyway 现在慢慢再看 我们沈大师说投资 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我不是光是这样 给指示策略 你就冲去盲中中 就冲去做 也没有叫大家去 all in 去倒一只股票 很多时候的部署和入市 是要预分注去做的 我们尝试找最近黄金建仓 带领大家如何去做 来做一个比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 如果之前我跟大家分析 一些过股的表现 或者预测前景的时间 你用一个基本分析加技术分析的方法 来部署入市 第二 其实问题不大 短期挨打始终也是 没有人预计 一买股票即升 黄金 不要计算 之前在1600元以下建仓的订户 或者观众 因为他们当天都经历过现在的情况 就是金架上完去 然后做过调整整固的时间 在里面中间是有点起起跌跌的波幅 但是当天做建仓就比现在舒服 因为说真的 1200、1300 其实你下面单纱有多少呢 但是同样地都一样会被外面的不同评论的看法震走了 有些是1200元震走了 因为见过去1150 刺完下去上回来震走了 因为那时候有人会把金钱赶下去 所以就害怕了 另外一些言论就是 但上来1250 1300不够 又走了 因为言论就是说 金是没有息收的 只是拿着它等它升的 那的如去买些收息东西好过 那就是没有投资价值 又震走了 是一些真的了解了 我整个局势分析 为何要做黄金的持仓 为何要做到三成 最后加到五成 加到五成是因为技术上 开始次仰 以及走势上 美元跌的开始有息怒的时间 加到五成 当然也多得不少 就是说今年年头 去年年尾 很多人叫你唱美金 这一刻才顶硬 更加 摄在一边的时间 亡金的重要性又更加大 好了 大家看看这幅图 其实如果旧订户 或者旧有追开我节目的 免费那一部分的投资者 都会见过类似的图 就是说当金上升到二零七零的时间 很多人那时候就说要买金了 即1200跌到一一五零 是不相信金会上升的 和他说 不要说了 目标价六千 和他说上千八千九都不相信的 因为那时候是1200跌到一一五零 要大家相信去做准备 未来的日子 没有人相信 或者客人走了 好了 上到来千七千八 大家就相信了 到两千更加问 如何买了 这些就是市场经常出现的陷阱 上去创新高的就说好 这不是不好 不过不应该创完新高之后去追货 有些人当然就喜欢教你追货 我就教你们下来收集 左边有个橙色的长方形 夸住那个位 那个位大约是千八元左右 千八元上下加减二十元 那里夸住了 因为这个图是在那个位 那个橙色的四方夸 停留了大约两个多星期 整固才发力飙升上去 所以我不是说我计图 就是你就算长线买实金 下来的时间 怎样都留一口弹药 就是在那个橙色的位置 就是我叫大家 现在带着可以交货的 1780到1820那个泳柱 结果就跌到这里 有一晚穿一穿十凌二十元 落到1740 就慢慢弹上来 好了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 当我金价跌到1760以下 1780以下 落到1760左右 怕不怕? 有很多就不怕 因为他明白到整个部署是怎样 还有听足指示 就是留有弹药 在低位扣 但是有些听不听 当是听马鸟提示 怎样的 我买了金在7299 南方黄金ETF 两倍的杠杠 我上面买了怎样的 那时候应该是大约 大约8.5元 我买了 现在跌到7.8元 那怎么办 其实不用怎么办 金呢 百多元是很轻便的事 一晚也试过走100元 但是最主要就是 整个部署 用技术走势 用时间做timetime 逐步去加 2000楼上跌下来 第一次在1860 但1980 再下跌 徘徊 很多人就怕了 都跌不下去 跌一下去1900楼下 立刻跌上来 好不好买齐去呢 我都跟大家说 分住 你宁愿买不齐 都不要太高去追 结果去了几次机会 在1860、1850给大家买 有一次 有一次 就是蓝色圈住 上面有绿色圈住 绿色圈住 那里 高位 那个位 那一刻 是真的想象的 技术上 破了绿色彈簧的水平线 但是 谁知道是一个陷阱 都要打下来 就是突然间说 疫苗有了道 打完下来之后 洗一洗一些好仓 再穿1850 下来穿1780 如果纯体技术走势 不看近这个星期升上来 那下的图形是肉酸 但是我们如果已经有心理准备 就是1780到1820是加码 就是未见仓 就是那里加大 大铸 见了仓想短炒 在那些位置进去有杠杠的东西 是漂亮的 是混货位 那在上面那个绿色圈那里 我就说 如果你没买齐 只是买了很少 但是你又怕它真的在这一刻破位上的 利用工具 控制你的资金 譬如你有10万元想买 买实金 但是它那天去到1930破了 上到1960 会不会不让我买 我买不到 那怎么样 记不记得我提议大家 用两倍的ETF 譬如你有10万元 100万也好 10万也好 拿一半 10万就拿5万 先买了7299 好了 买了之后 为什麽呢 如果它跌 你还有5万元加上去 即是100万你买了50万 还有50万在后面加 那就等了 但如果直上 因为这个ETF是两倍杠杠 如果真的破位直上去2000 那你起码等于买了 买了你10万元的黄金 实金一样 那就上去 将来去到高位 你就在那里退 这些就是用工具的技巧 结果到下面 绿色那时候 你就可以混货 那下面混货 现在上来 那你就打和 未去到你上面的入市价 所以我经常说 中长线部署 你配合图表 一定是 选择这位 等这位来做 预了进可攻退可守 当然你短炒 纯粹短炒 很肉酸的 穿了150 三脚底 打下去 甚至乎有人教你沽空 但是我们 你明不明白 我叫大家买金 不是用来短炒 是愈渣几年 来到抵消 对冲着 美元跌40% 50% 那个风险 为什么 我之前 已经做过分析 在这里不再说 将来有机会 才会很简略 握要地说给大家 那些车 但是你们现在看 现在的势 真的是这样 所以 图表 纯图表分析 短炒 和我们 有基本分析 安排 建仓的做法是不同 他们叫紫洩的时候 我们不是马上买 他们叫紫洩的时候 我们 举手 等它跌到下一个位 在那里 就交货 这是两个策略 两个部署 不可以说是错 就是 你是长线部署 就不可以说人家短炒错 短炒的人 也不可以说 长线部署的人错 因为大家 那个目的和方法不同 这个就是 我经常说 投资 长线投资 和短线炒卖 是两回事 你买实货 实金 和你炒杠杠 是两回事 这个概念 这个逻辑 概念 摆下去 买股票 一样 如果你下下看着 技术位置跌穿了 你就打了些东西 那就很麻烦了 等于 4月那时候的油价 一样 所以 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看下一张 就是 暢线部署 是靠基本分析 是看大方向 大方向要升 不是福陶告诉我 他只能告诉你 短线的升跌 他只能告诉你 短线的升跌 入市部署 我们大方向先看了基本分析 是大方向认同要升的话 我们部署 就要根据价位来做 这个更加久了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由2010年 金价上升到1800元楼上之后 我一直都没有叫人买金 叫人吃糊 第一次叫人买金 就是2016年头 橙色圈最低位 1050元 如果记得的听众 就知道了 我在有线电视和文感辉 两个做年尾的 EARN的部署 不约而同都说买金 1050元 结果上去近1400元 就是绿色的位 1400元是阻力位 你看看前面 1400元是有几个顶 所以那些位 食股下来1200元附近 买回 再上多一次 深蓝色圈 也是1380元 食股下来买回 再下来那一刻 曾经很多人就 借题发挥 你知道我一向惹火 怕它跌不下来 因为美国 美金是弱的 那一刻 那我就叫 如果借近1360 走了 千三边 1320 买回三分一 1280 买三分一 1250 买三分一 跟我现在教大家 1920 1850 60 1820 分三处去买 一样 这些是给在下面 买了上来食股的人做 如果你资金不够 就1320 一住 1250 一住 就不要买1280 那住 慢慢建创 因为那时候 正正就是2018 我这里开节目 叫大家做的一件事 这样 那结果 打穿了1200 一晚 到1160 带上来 就是这 总之 大家跟我来的听众 都知道 逢亲我的推介 有某个时段 一旦正在捱 全世界就好像 就是杀了父母一样 来到集体攻击 集体呢 就讲他们的理由 将这些推介 就是 觉得 全是错 这样来攻击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么惹火了 之后 就是那一刻 拋疾了很多人 接着就行升浪 来到这里 都是创新高 不追 绿色高位的顶 做个调整 你见到 其实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由 左边 绿色圈的顶 下粉蓝色圈 深蓝色圈 下啡色圈 都是大约一定的幅度 下来的 那时候大约是200多元 现在大约是300多元 那你中间呢 其实有一段都试过的 就是1700到1400 都是300多元 那所以 其实都计算了 用技术分析 是帮到你部署的 虽然大家拍好分分 我想拿起旗游的图 跟大家讲完 一会儿再检讨3175的ETF 你看到外面的人怎么说 你看看旗游 是不是上回来 当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反桌 一个列口开下之后 按下来 接着 CME玩东西 改游戏规则 为了杀仓 杀旗游保 杀ETF 所以就整个负数出来 那些是人为因素 不是基本因素 当日落到负油价40之后 那个星期的D100 我就跟大家讲 负油价那一刻 是人为做事 见底 因为油价没可能负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储存费用 那些油价要付钱 才有人接 这些废话 接着就会炒疫情 去到某个阶段炒复苏 上回40 再上50 当然现在未到50 但是也去到46 7 最高 纽约旗游 破了年中的顶 那 其实 可以比较就知道 原来因为当日 我有建议大家买过一只 旗游ETF3175 而又对油价跌下来 有心人 我不知道是博上位 还是什么 不断叫你们低位打了ETF 我们的听众 我当日有教过大家 三个方法去拆解 一旦我都尽量 几只铁塔 2342那些 我会跟你拆解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推介得东西 给大家 我们一定负责任 但是如果不应该止蝕 没有理由止蝕 你说 OK 太重仓 没得说 这个就是客观的问题 你自己要衡量 当日如果你低位止蝕 没有仇报 兼且真是糟糕 你有跟我的方法 混一混 走得掉 这个我们留下第二部分 再跟大家说 还有第二部分 我们就会说 2021年大局的部署里面的第一部分